欢迎回到热线追踪 台湾唯一的原生林长类野生动物 台湾猕猴 民国108年1月9号起 从保育类降级为一般类野生动物 但这三年来 动保团体屡屡接到不当饲养 与虐待台湾猕猴的通报消息 为了禁止饲养的乱象 农委会林务局将台湾猕猴 纳入《动物保护法》当中 禁止饲养的动物名单之内 如果被查获到非法饲养猕猴 将处最高25万元的罚还 并当场没入猕猴 避免再有猕猴被禁锢 目前国内只有7位合法的猕猴四主 其中一位四主蔡嘉伦 她收养一只遭弃养的猕猴妹妹 日前追踪采访团队也记录到 蔡嘉伦跟妹妹在日常生活里的互动 来 坐好 这是我们人在吃的那个黄豆有没有 有时候我会拿割饰料 它那里面割饰料是五穀杂粮 所以它里面的营养成分会不一样 会比较多啦 台湾猕猴两家有甲囊能储存食物 等到食物塞满甲囊会慢慢吐出 细细咀嚼 它会藏在那边 这个动作一般人不能尝试 因为你从野生动物的口中要拿食物的话 一定会被咬 它是跟我相处之后蛮信任我 所以说它对我不会怎样 她是妹妹 尽管香蕉就在眼前 但她的双眼仍注视着蔡嘉伦 这位翻转她生命的贵人 她要结婚了 她就是先把她带到她的爸妈那边照顾 之后就是有逃脱的问题 应该就是另外的地方不习惯 才会逃脱的 父母因为养在顶楼 然后她会去翻盆栽或推盆栽 然后造成他们一些困扰 所以父母也不愿意再帮她带养 妹妹命运多产 屡次逃脱后被民众报案捕捉 林务局通知原寺主 却收到决定弃养的坏消息 这一支时候呢 她的名字叫做妹妹 她的猴龄23岁 如果呢 换算成人类的年龄的话 大概是八九十岁 所以我们可以叫她是猴阿嬷了 而她从小到大都是被人为饲养的 不过在人为饲养的过程当中 因为没有给她足够的活动空间 所以呢导致她的骨骼变形 那妹妹这个骨刺是到很后期才发生 可是说真的在野外她活动力够的话 其实也不太会有骨刺的发生 三年前有合法饲养猕猴经验的蔡嘉伦 得知妹妹无家可归 再三思索之后 决定接受洞保处的请托 给她一个家 我之前养的那一只也是合法饲养 死了之后 说实在也是会很伤心 因为把她养那么久就像家人一样 那比如说妹妹她被抛弃了 又没办法到野外 她年纪大了 而且不知道该从哪去 要合法领养来说的话 真的是少数又少数了 走 洗澡 我绳子一定要拉着 不然的话我怕她会暴冲 猴子一定不管你再怎样养 她一定是会有那个雨性的 让她浸泡一下热水 进入让她舒软一下 才能够慢慢的帮她拉紧 妹妹掌骨刺行动不便 失去野外萌生能力 她也不忍让年事已高的她 遭受开刀之苦 只想让她安心度过余生 要考虑到说 她不能让她自杀 因为要把她盖房子来说的话 有很多会最用一个支撑架 她只要绕过去之后 她不会自己绕过来 会变成绳子在那边卡住 卡住之后掉下来就死了 所以那时候我就直接 把她用这样子有个支撑点 让她没有洞可以去钻 进三平的钻属空间 有草皮 有防滑铁管 还有半开放式的笼子 让妹妹在一定的范围内 能自由活动 身体状况还没有复发起来 所以说她还会跑到 她的那个房子的屋顶上面 日落的时候 她会在那边看饲养 好像思念故乡一样 面对回不去的大自然 妹妹只能够远远眺望 因为人类豢养 让她距离自由越来越遥远 其实台湾民间饲养的案例 不只有妹妹 动宝团体他们历年来拿到的一些 他们发现民众有饲养的一个状况 那我们总共151件就去做一个全面性的清查 猴子有很多人畜共通的传染疾病 包括肺结核 那个炮状病毒 那个部分是第四类的传染疾病 就是卫生署所公告的第四类传染疾病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跟柔性传染疾病 几乎她所有都拿出来 农委会领悟局也统计出 目前全台湾可以合法饲养 台湾民猴的人只有7位 这7个人是在108年 台湾民猴还属于 保育类野生动物时 就向地方政府登记有案 或是主管机关委托 相关机关团体照样 而蔡佳伦就是受到 动保处委托照样 为了避免有更多台湾猴 落入跟妹妹一样的处境 农委会也正式颁布禁养令 11月底之前 就是你手中都没有任何 当初有合法的登记的 这个时候你赶快把它搅出来 你还是自己想要偷偷养的话 我们现在就是动保罚的部分 就是只要一查到 我二话不说我就是直接罚钱 而且动物也就直接就是末路 野生动物本来就不能抓捕饲养 但民间饲养问题层出不穷 促使农委会提出对策 9月30日修正公告 将台湾猴纳入动物保护法当中 指定禁止饲养输入 或输出只动物的名单之内 跟美洲聚水属科 食人鱼 电蛮科 以及比特群一样 都不能私质换养 而非法持有猴猴的人 必须在今年11月30日前 送交到地方主管机关 否则将处以5万至25万元的罚款 而且当场没入猕猴 看到那个猴子可能的一个状态 或者是他到底养了几只猴子 有可能他如果不止一只 他可能就要罚double嘛 台北市立动物园 寿山动物园 新竹动物园看到的 还有一些私人的 像六福春 顽皮世界 那个时候是用野生动物保育法 所登记的 那在明年3月之前 我们也要求这些单位 就是你也要去依据 因为现在是用动物保护法 所公告的 所以是因为是两个不同的系统 可是我们觉得 还是要一样都要做登记 民国108年 台湾猴猴从保育类 降级为一般类动物 而在降级之前 有向地方主管机关通报 登记养有蜜猴的四主 以及救援收容机构 及学术机构等合法饲养者 要在2023年3月31日前 向所在地主管机关登记备查 而且要帮蜜猴植入晶片 大力遏制饲养风气 会造成猴子在饲养上 你没有经验 或是你没有证照的一些考核 你可能会用错误的方法 那当然对猴子的福利也不好 那对猴子的健康 其实也是不好的 那其实这个讲的话 对野生动物 其实如果用野生动物的福利 野生动物的动物犬来看的话 这都是不好的 所以我觉得荣伟会 会特别定出禁止饲养迷活 我觉得是很正常 禁养令的话 我是赞同 因为像我们来说的话 我不一定要养猴子 我本身也是有养一些鸽子 或者是狗 这些都是可以 让你人工饲养 繁殖了几百年之后 他们也是一样有野性 这样的话 为何要去改变他们的生活 为什么我们人类 不要去改变我们的生活 我们人类是有智商的 会去思考的 会规定法令的 但是动物他们没办法 他现在蠢动的话 就是在示好 有没有 这个镜头再看 特写一下 从幼猴时期 妹妹就与人类朝夕相处 现在与蔡佳伦 人猴之间建立起的全人信任 在专家眼里并非常态 因为即使豢养再久 始终改变不了他们的习性 小时候他很需要一个 妈妈照顾的那个年龄阶段的时候 他对人是很亲近 他很温血 刚开始的样子 但是在他慢慢进入青日龄成年之后 就像我们人也要征求独立一样 猴子你把他关在笼子里 其实对他还是一种监禁 他其实是相当受苦的 从人的角度叫野性 就是他某种要独立谋生存的能力 跟态度倾向非常的强烈 所以在这种状态下 其实他真的没有办法成为一个 所谓的好的宠物 妹妹 看风景哦 野生动物本来就该自由 穿梭于大自然 一旦豢养不止违法 也违背了他们的天性 当你介入了他的生命 却又不愿意为他的一生而负责 台湾猕猴何其无辜 散选与你 限制 终广 3小野